作者 杨英峰 作品名称 哲仁 作品材料 铜 创作年代 1959年 作品主题是表现蕴含东方智慧的伟大哲仁 取材的来源则是佛教菩萨的法相 例如顶有肉迹象 眉间白豪像 是佛三十二项之一的特征 整体上采取高粒的几何块面体 并经由下半放大 上半缩小的羊角比例 传达出作者对主体人物的敬仰之意 在仔细观察这尊作品的五官 是拥有两对的眼睛 上面的一对是平视远方 下面一对则是俯视自己 平视远方的眼睛 代表达观外在的表象 俯视自己的眼睛 则象征能够同时观照内在的自我 换言之 这就是观自在的菩萨智慧与精神 这件作品同时出现两对眼睛 正是毕卡索立体派的新观念 在不同时空的面向或事物 可以同时具现在一个画面 这件作品是作者跨出国际的第一件 更于1959年获得第一届巴黎国际青年雕塑展的家作奖 被一平家撰文称赞是未来的雕塑大师 其实在这件作品完成之前 作者已经沉浸在古代佛雕法像的研究 尤其是北魏的佛教造像艺术风格